玉里原成国小4月22号校举行了年度课语生活学校及台湾母语日本土文化社团发表成果会 由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的唱跳客家歌曲揭材了序幕 校长表示学校母语课程多元虽然每个星期就一节课 而指导老师们还是别具心裁用各种方式呈现平常的学习成果 透过一年一次成果发表让学生更有目标及动力学习母语进而推广母语 幼儿园小朋友在台上唱跳课语歌曲 台下家长忙着拍照捕捉可爱的身影 这是玉里原成国小的课语生活学校继台湾母语日本土文化社团成果发表 学生们将平常所学的在这一天展现出来 让小朋友也可以有一个学习的成就 然后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因为平常可能母语课老师可能讲一讲上课唱歌 可能过了就因为很淡一个礼拜只有一节课 那透过我们要办这个成果 小朋友就会有一个目标一个活动 让他们去准备老师也可以带着去做 另外这一天表演都可以看到每一位学生手上都有乐器 表现的也都非常专业 学校也特别感谢乐团中的指导老师 而且指导老师们都是来自民间社团的艺术家 时常利用周末假日一对一的指导 希望将国乐传承并且发扬 那另外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国乐 十足乐的部分 它是我们科学生活学校的计划 那他们是平常利用中午六日 对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六日在训练 像这个礼拜就会 那也是由我们社区那个玉璃镇的国乐社 让我们主任的那个同学们 义务来帮忙 所以也透过这个展演 让小朋友能够展现说 他们平常练习的一个成果 校长表示希望透过成果发表的活动 给小朋友们多些动力跟希望 提升学习的成效 也希望透过成果的展演 让家长们更了解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状况 强化轻时沟通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